看到安利公司总裁德迪维士 以及安利公司董事长史蒂夫·温安洛 延续安利传统推出Open Meeting总裁开讲节目 这次的单元是安利请回答 回答各地直销商的提问 有人问有没有任何计划 可以让他们在安利的事业发挥创意 也有人问在传统跟创新间 该如何取得平衡 一起来看看 总裁开讲安利请回答 这次邀请各地直销商来提问 而第一位是来自越南的年轻伙伴 听听他到底想问什么 哇哦 比如说通过脸书或不同的客户 沟通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安利品牌 都是很好的方法 而下一位提问者是来自台湾的李怡林 通过脸书和运动 雖然市場改變了 但價值觀是我們穩固的基礎 讓我們可以因應情勢的改變 卻不改變本質 享受看總裁開講的詳細完整版內容 也請鎖定案例 委員長